打RA的话应该要比较注重他们的中单跟ED选择吧 然后可能会前期会针对一下他们 然后打开局面 马上就要和4-4对战了 然后之前也和他当了一连队友 然后打他的话应该会住在中路吧 然后他应该会特别烦这样 听说国豪要来中路找我玩 我蛮欢迎他来的 因为抓我抓不死 游戏就赢不了 面对BLG的话其实就是 不用特别准备什么吧 我感觉就是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就能拿下 我们一回到BP已经变完了 而且手巧了莉莉亚 随便左一直接选择在红色方 第一班就处理掉了 BLG感觉其实这个队伍 现在还是有一点那种韩式打法 节奏比较慢 这把牛头选下来之后 前期下半区的一个线权 也比较不能保障了 那这样的话国豪前面还是会打得有点难受的 其实都是上赛季对面的一个中单 没错就是直接交换中单选手的 这个在历届以来都还算是比较少见的 前面没有看到的 先打了一套 闪线上来捶了一下 然后拿到了一血 没注意到 哎这个阵容很依赖乐颜的一个游走 这边直接来了 三级转中 也是知道对面打野在下半区 所以没有选择继续压了 下落还是比较稳的 这波没什么太大问题 中路乐颜又想对中路发起进攻 这边是过来帮推一下线 对因为新的拉其实也空来了 哎呦这波雷卡被打得好痛 尼利亚这个时候过来已经被看到了 不过泰坦有一个出手勾的机会 勾到了这个牛头 牛头原地Q敲起来 哎这边不交闪吗 现在交交晚了呀 交了一个死亡闪现 感觉其实没必要W去顶 不是航是拿到了人头不好意思 交了一个死亡闪现的Mark 两边的辅助的游走能力都算是强的 然而有优势的一方才比较有游走的资格 退了非常远 而且连中单的Z卡都已经支援过来了 这波艾布还要硬手吗 那感觉这个位置 看一下 有点夸张 男枪已经就位了 打一套 A三下 然后给个烟雾弹 再把人给逼走 还不敢 也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赶紧把治疗摁了 但是冰还在不断的受损啊 上路还在等待一个月塔的一个时机 但是现在八条没有一个TP啊 哎滚到了 但是这个位置能行吗 没有按 虽然速度上稍微要领先一些 双方都在疯狂打信号 于这个时候被九头一个大招炸出来 闪现被逼掉 郭豪也顺势排了一个针眼 换到了上半局 这个先锋势带必得 全员都过来了 要用新德拉推球先制造先手的机会 泰坦也在找机会 泰坦这一勾没有勾到 但也没有勾在墙上 勾在墙上的话 可能就真的深入险境了 你要这里看怎么选 大招暂时还转不好 勾了一下 勾到开团 B2闪现 泰坦大招随机跟上 牛头赶紧进场 控制一下跟八条一个大招 选了两人 进这个时候才赶到现场 第一个滑坦也没有钉住人 但是是鳄鱼率先倒下来 而且这个时候完美羡慕开了出来 但是 莉莉娅一个碎 是把这个完美羡慕给中断掉了 先锋还在层里面跳舞 这边一磁血往后一边 滑天飞鱼 哎呦 这个时候出来 把这个B2B的人头给收下 那么如此一来 RA的队员再次从下面赶进战场 现在是两根辅助先呼唤掉 但是Zekar已经没状态了 遭到击杀双方 又再度交换了一个人头 乐盐换Zekar Fofo这边已经没蓝了 感觉要卖了 博豪要上来了 博豪再一枪拿走Ivo人头 最后在一阵惨烈的厮杀之后 B2G以线为之差胜出 并且收下先锋的胜利果实 有办法可以把人救下来 对 中路的位置 这边接管大 一个推球推到了 蓝蓝枪好闪来 逼出Fofo闪现 这一波两个人的终于配合还不错的 以中路先行开战 马克这个时候跑到F6的位置里面 伪装成一个大鸟 但是被发条一个球 转出来了 但是九筒卡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位置 这个大招是把Fofo往前给炸了出来 刚好迎面吃到完美泄末 倒在了中塔塔后 鳄鱼虽然赶到战场 但对B2B一顿输出 打出来的效果也十分的一般 中路再被打掉一层肚层 但蓝枪也在这个位置做支援 一闪顶到了Fofo 再一个大招把他给炸回来 泰坦及时勾了上去 稍微阻断一下进口 但牛头已经包夹上来 马克雷一个闪现WQ 马克雷给顶了起来 Fofo倒在当场 看起来行业走不掉 乐园这个位置有闪的 应该是可以走 看一下 这波B2G支援的速度 非常的迅速在一个推球 被闪现躲 漂亮 被对面打了一波包夹 中路狂风之地上来打一套 好凯海还定到了 非常漂亮 是逼出了漫天飞鱼 此时自己完美泄末上来 好 再用一个狂风之地拉一下 刚才看到了OP选手 给到Enmin对位经济差1300 他们羡慕稍微 吸引一下对面的注意力 但是RF不管硬拆 这边泰坦一个人顶在前面挡子弹 华台定了一下 侧边新德拉已经赶到登场 新德拉有点好 直接逼了对面的闪现 但是航怎么走 原来走不掉了 这四面八方的 马克从后面夹过来 主要是视野落后 其实挺多的 包括说B2G事实上都已经绕到 中路苦道中厕了 抓到一个回程的Enmin Enmin狂风之地过来 但被睡到了感觉要死了 对于红龙一套进到 直接配合乐园的爆发 拿到这个人头 这几波的策略都看得出来 绕后TP了 这波B2G 看一下第一时间留住Cube 这边侧面 瑕士已经倒了 感觉Cube这边直接交闪往后拉 但是现在这个大龙怎么办 20分钟刚出头 你会感觉主动权 一直在B2G手里 每一波都是 又是一个牛头的闪现WQ 人给开了起来 我好直接粘上去 一枪带走 iBoy 是炼金罐 很果断 这小龙刚才已经说了 Cube这个位置有点奇怪 Cube为什么会离开队友这么远 然后去看这个小龙呢 但一墙之隔 Amy现在也没有选择直接交闪追击 若然穷击又好了 再打一个不灭 但是队友输出是有点跟不上了 中上持续兵线继续给压力 下路线也还不错 这边太坦一勾勾到了墙上 这边又在想包后 这边就开谁 就选择开了两边 乐园交了一个金身 稍微保住了一命 这时候金身结束了 但他还有办法进入正面吗 正面是BiuBiu在扛伤害扛死了 有BiuBiu这边发育不太良好的 一个烈士就暴露出来了 这边完全顶不住 这边节省的Rush大龙偷一手 偷一手 R.A.感觉好像没有反应过来 大部分的人大部队都还在中路 现在想不到了 感觉应该是感觉到了 炎要过来了 太坦当箭头往前走 B.O.G.已经拉掉了 B.O.G.在主动开团这方面 做的还是比R.A.好 对 来上路这边 买到了打一波 闪现被球给吸回来了 哎呦 但是伤害有点太高了 直接打出一个单杀侧面 又抓到一个莉莉亚 然后给方挡一下一个滑台 哇 没有人可以挡枪了 牛头WQ把人给定起来 让定在原地吃狙击 乐园已经倒掉了 BiuBiu这边 肉身留住这边两个人 被曼天飞 收下之后阿鱼 开了大招过来 稍微掩护一下自己队友撤退 但他也只能想办法 保队友的这边 哎 找到机会 往前收了一个牛头的人头 但是进是跟上去 把行的人头给收下了 同时又是一个交换人头 但残余人数较多的B.O.G 顺势推掉了中路二塔 因为这波如果打输了 大龙感觉直接没了 哎 草丛里也埋伏到一个乐园 大招 但扎得不重要 把人扎到墙上 牛头还能连起两个前排 后来这边 大招 发条直接拉了四个人 发条对波拉的效果非常好 牛头现在开了一个大招 想走 但是被勾了回来 这个位置的话 牛头应该走不掉了 不过牛头的牺牲 能够听队友断后吗 Zeka在侧边找一个机会 推球又推到了 一个完美羡慕 拒了上来 但是 啊 其他人的状态都还不错 感觉不会死于这个完美羡慕 这波核蟹也立功呀 牛头之友 顶了一下跑了 做了一个位移 双方 哎 真正这个核蟹 结果是M1枪 Q不想让他在法秒扫到了 哎呦 被偷了 在侧边被偷掉了 绕后的一个Q别 被发现他自己大招 已经撞好了 一套其能反手时间 秒掉了Mark 龙孔里面 国豪还在打这条龙 看能不能抢下来 对面没打野 抢剑在这边抢到了 抢到了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RA剩下的人 要怎么打这个团战 Q的血量是比较偏低的 RA整体状态并不是非常好 但B2G也有两个残血人 被卡在龙孔里面 最后Zeka Zeka一个推球 没有推到 但是狭眼 没有能够把羽毛放在 该放的一个位置 但这一波的倒戈 是勾到了后面的 九筒 这个结果也许也能接受吧 在这边还要在侧边 再看一手Q吧 不过一个华材 没有前置的伤害 没有能够把人给定住 这个球拉的关键啊 对的 而且感觉 这边球筒 炸得稍微慢了前面啊 这边只有给到后面 Zeka这个推 偷人头 偷得漂亮啊 然后Q这边 没被顶下去 虽然是发现了 但是 鳄鱼这边 大招转好了 对的 还是比较能扛的 然后龙孔里面 一波捉队厮杀 八条这波 很勇啊 闪现进来想抢这个小龙 是的 但是没抢到 而且重点是 来回纠缠的结果 还怪这波走位 国豪并没有死啊 国豪在后面 来来回回 边缘周旋 然后最后撑到了最后 这波操作拉满了 BiuBiu扛得不错 没有给到RF开团的机会 鳄鱼在这边找 这时候一个展现QQ 他感觉跟不上 这边牛头在前面 稍微帮助挡一下 太坦再给了一个大招 把国豪逼到后面的位置 国豪其实只吃了一个大招的控制 没有什么伤害 Cube这个头被一个球筒 炸了回去 大招炸了回去之后 遭到了击差 完美羡慕在开起来 太坦勾塔的弹根 想要来逃跑 但全队的状态 其实都已经比较差了 ZK又一个推球 又推成功了 站住了这边龙坑的一个地形 但是现在远古龙没刷 这边直接睡一旋 睡一个BiuBiu BiuBiu 这一技能一了一厘米 鳄鱼是被BiuBiu给带了回来 二鱼也必须要赶紧往回 拉双方的上单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血量伤害 两边 但这个TP位置 九桶TP的位置 跟队友形成了一个犄角姿势 太坦虽然先勾了一下九桶 但也没有敢跟着上 太坦这个时候反而被留了下来 昂这个血量非常危机 吃了完美羡慕两下以后 直接被狙倒 Cube在侧边没有找到机会 被国豪追着 A 回身给了一个W 但是没有红路 这一W控制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国豪还要回身拉开了 输出好高啊 这边第一时间秒到这边辅助之后 牛头继续再做一个绕花 而且这个位置好像没有人察觉到 没有被发现位置非常好 这个时候已经看到了 看到是不是来不及的一个W 顶回上去只顶到乐言 Cube在前面扛三害 就是说在一个Q等 马克反而跟队友 有点被分割开来 不无所谓 必要去已经拿下了这个远古龙 那团战的后续收割 就显得非常轻松了 乐言虽然进到龙课里面 但没有逞到这条龙的代价 就是被击倒在内 为团队牺牲 这时候中路已经是破了高的情况下 9桶就可以没什么 哎 刘哥这边有点落山 又开9桶吗 被睡了一下 但说实话这个9桶 还是比较能扛的 再教了一个大招 拖了点时间 泰坦虽然给了一个大招 只有莉莉亚能够对她打输出 泰坦也没什么伤害的 闪现二连 连起来这边缝缝 但是这边乐于一个人 拖着对面三个人 额语就是说 教了一个精神 以后教了一个闪现 往回拉开 呃 要走了 刘哥这边已经倒了 完美线不得开球来继续撅 稍微耗一下对面的一个血量 但是也应该没有更多后续了 现在马上就接上了 但是全队要从野区过的话 都暴露在BLG的视野里边 已经开打了 现在两个罪咒的人在这边牵扯 感觉只要不让乐于过来 其实可以直接R 泰坦走在前面 被Zeka一波推球 已经退掉了半血 这时候Zeka直接甩大招给他 泰坦一招都没有放 就死在了这里 而远古龙也只剩下半条鞋 RA的位置非常的糟糕 Cube勉强想要进去 但你是不可能抢到了 你又没有惩戒技能 BLG稳稳地拿下来 以后这Cube感觉也是回不上来了 这边被做成鳄鱼皮鞋了 那么再来BLG获得了远古龙之后 又要转向大龙 大龙此时也是已经刷新了 做成皮鞋可还行 没办法呀 他一下去的上不来啊 你也没惩戒 这个下去确实属实有些没用 对吧 有去无回 那感觉要一波了呀 这波三个人守住对面 五个有点不可能 这边推球直接推到两个人 第一线直接B出乐言一个金身 但乐言起神又是一个能量鞋直接灌满了伤害 这波也不需要大龙了 有圆古龙 你少人的情况下 就那个一伞大招 反而炸回来嘴圈里面 没有太大的一个效果 但无所谓 BLG其他队友依旧高歌猛进 在这个雪池里还在分离的操作 利用拳水换到对面一个 触发了自己的复活甲 但感觉起神这边又是要直接被压 但利用闪现又往后拉还没有死 最后还是倒了 换了几个人头吧 就是彼此刷刷KDA 但是B.O.G.还是稳稳的拿下了最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B.O.G.1比0战时领先 整体而言就是B.O.G.我觉得各个位置上面都做得比R.A. 我也来得好 下巴居然打了42分钟 好久 我确实是体感上有这么久了 但是但是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就B.O.G.一贯的态度就是运营冷静 然后慢速放慢节奏风险最小 这么样一个打法打下来 确实让R.A.从头到尾没能找到机会 那我们来看一下 梁思新果然是国豪的南枪 没有什么问题 华丽的数据 这个南枪可能是我们话别说太满 但是这周打的最好的南枪有没有 他这种就是打团流南枪 因为现在南枪确实抓人好像没出路 就国豪感觉也是那种 就是我误了 我这南枪我也不想着前辈怎么去抓人了 我就想着我装备好起来之后 我找机会在团队里面有所作为